全文一更到底 请联好WiFi盖好被子 祝愿点赞的宝宝们能对异能 评论的宝宝们的空间哦 默默提醒你 正文开始啦 今天是2024年8月 距离核污水事件已经过去一年了 刚开始时 大家的反对声务很强 但渐渐的 大家发现反对没用 因为樱花国根本不在乎各国的谴责 一意孤行继续排放核污水 这一年海上风平浪静 似乎也没什么事发生 因 闺蜜群显示一条新的消息 周落要不要组队自驾去北海 我们这里距离北海 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 但我想到核污水事件 还是忍不住劝他们 别去了吧 感觉海边不太平 没事的 晚两天就回来 咱们群里五个人 一辆车正好够了 说走就走 哈哈一起去吗 我想想还是算了 晚去了邀约 他们也没再勉强 谁知道过了两天 群里就有两个人开始哭诉 吃了海鲜的第二天就开始腹泻 胃脚痛 我有点惊讶 因为这一年已经很少人吃海鲜了 你们还敢吃海鲜 店家说是他们自家养殖的 妈的 是不是被骗了 群里有一半的人都得过肠胃炎 包括我 所以我尽量安慰他们 可能是吃错了东西 引发了肠胃炎 去医院看看吧 大家都是吃一样的东西 怎么就只有我们两个痛了 服了 人倒霉起来真的是毫无理由 我只能劝他们赶紧吃药 实在不行就去医院打点滴 这场短暂的旅行 也因为这个意外中止了 我百般无赖地刷着最新的讯息 却被最上方的搜索蓝席 大沙湾岸边惊现大量鱼群 点进视频一看 这条视频右上角赫然标着热网第一 大沙湾的岸边白挨挨一片 将镜头拉近一看 成群的鱼饭的白肚皮在岸边扑腾 这条视频的评论显示 10W加了 算算时间 河污水应该到我们这了 好可怜 天沙的樱花国 海洋生物做错了什么 真遭罪 海里的生物会不会变硬 我心里咯噔一下 会不会海里的生物预感到了危险 才会这么躁动不安 就在这时 哒哒哒 我听到了雨滴砸在玻璃上的声音 拉开窗帘一看 是雨水在玻璃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 终于早上的8点 雨还是没停 这雨下了一天一夜 说实话 今年的雨水很多 这场一天一夜的雨显得不足为奇 不知道是不是就往上有点影响 临走前我还是带了把雨伞 想着放在车里 以备不时之需 我住的小区离公司不远 开车也就15分钟 但今天的雨实在是太大了 就连雨刮气都来不及刮掉雨水 城市的排水系统跟不上 地面上又到处都是积水 我花了半个小时才到达公司 电梯外排队的人很多 大家身上无一例外都被雨淋湿了 听了一声 电梯门打开 人群蜂拥而至 为了避免迟到 我也硬着头皮挤了进去 封闭的空间里 一股潮湿的霉味在蔓延 电梯里有人在吐槽 今年的雨这么多 烦都烦死了 就是啊 我头发都湿了 昨晚白洗头了 好过我开小电驴 脸上妆直接没了 哎 你带补装了呗 待会上去借我用用 带了带了 待会给你 电梯每层都有人下 显得特别漫长 看着缓缓上升的数字 终于显示到了23层 我不开人群 不好意思 麻烦让下 挤过层层人群 我终于下了电梯 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雨水混着冷冽的味道 令人心旷神疑 公司的实习生 第一个冲上来和我打招呼 周主管 早上好 早上好 咦 我注意到实习生的头发 包括身上衣服都湿透了 脖子上还有明显的红色抓痕 怎么回事 出门乱急带伞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李乐宇感觉特别痒 可能受量刺激了吧 说完还皱着眉毛的脑手臂 看我还是疑惑的表情 他解释道 我是寻摆疹体质 我恍然大悟 上下打量了他 身上的衣服 估计是半会也不会干透 来我办公室吧 正好我有备用的衣服 我习惯性下决策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你介意穿我的衣服吗 不介意不介意 太谢谢主管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将衣服递给实习生 过了很久 他又抱着衣服 敲开我办公室的门 他探出个脑袋 表情带着些许尴尬 主管 今天厕所好多人排队 我还是把衣服还给你吧 女厕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人满为患 再加上今天大暴雨 估计人更多了 没事 那你就在我办公室换吧 我转过身背对他 事宜让他换衣服 好吧 细细索索的声音响起 约莫过了十分钟 声音停下了 我以为他已经换好了 没想到他背对着我 赤裸着上身 我急忙掉转椅子 将身子又转了回去 又过了五分钟 主管 我好了 他抱着自己的衣服 向我举了个功 明天我把衣服洗好了 再拿来给你 嗯 实习生出去的时候 顺带烧上了门 想着刚刚看到的场景 实习生的背后 布满了汉人的红色抓痕 现在才八月底 大楼的中央空调 吹得还是冷气 我不禁寒毛直竖 寻马疹真可怕 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黑压压的乌云里 时不时还冒出几声闷雷 直到下班的时间 雨还是没有死 现在正好是下班高峰期 行车道上 已经堵了将近半小时 导航推荐绕路行驶 这条路足足多了十公里 我看着前面通红一片的 汽车尾灯 考虑了几秒后 决定掉头绕远路回家 这条路比较偏 但室内最大的超市 就正好开在这里 想着冰箱里的食物 快被吃完了 我想也没想 只是开进了 超市的地下停车通道 刚停好车子 手机就跳出了 橙色的暴雨预警的短信 不仅如此 天气预报显示 未来的一周内 会出现持续的降雨 这更加放大了我的不安 前面三年的疫情风控 让我养成了同物资的习惯 我尽可能将冰柜里的 洞货装满 速食区也扫当一空 饮料区的矿泉水 也是几件几件的拿 一个手推车装不下 我又拿了个新的推车 结账时 收银员好奇道 小姑娘 怎么一个人买这么多东西 我找了个借口 说刚搬新家 家里又来了很多亲戚 需要买很多吃的 她很理解 并且加快了速度 我无比轻轻自己买的是辆越野车 不然实在放不下这么多东西 四日清晨 随着刺耳的闹钟响起 我睁开了眼 房间里依旧漆黑一片 让人分不清白天和夜晚 隔着玻璃 我还能听到外面的雨声和雷鸣声 三天了 雨还是没停 道路的积水更深了 有些底盘低的车子 根本就不敢开过去 车子全都堵在那里 造成了大面积的堵车 此起彼伏的喇叭声 伴随着暴雨 让人莫名的 升起一股烦躁感 眼看着上班快要迟到 我直接越过了前面的车子 直直开见了积水 赶在最后一分钟 上班打卡成功 现在已经是上班时间了 可办公区将近一半的位置在空着 我拦下路过打水的人士 今天人怎么这么少 她也很无奈 钱都发烧请定价了 这么狠 是啊 昨天好多人都淋雨 估计着凉了 她一边吐槽 一边掏出手机 给我看本是最新消息 你看 一颗大发热发烧门整部 都挂不上号了 人满没话呀 医院的公众号写着 今日病患增多 已经停止挂号 人士嘖嘖感慨 上次这种情形 还是新冠呢 我表面干笑附和着 实则心里盘算着 下班后再备点应急药 晚上回到家后 我在外面软件加够了应急药 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还是没有骑手接单 我有点着急 我才放心地长出一口气 等完败的时间 我上网刷了下最近的帖子 时间显示是前几天发了帖子 怎么感觉淋了雨之后 开始过敏了 并附上过敏的照片 白皙的手臂上都是红色抓痕 仔细看还挠破了皮 底下也开始有人附和 别说淋雨了 就连洗澡后我都感觉有点痒 但也有人觉得 这是在制造焦虑 毕竟很多人淋了雨 也并没有异常 我滑到最底部 看最新的恢复 痒还好 总好过我发烧了吧 楼上加一 我也发烧了 上一次这么难受 还是新冠那会儿 我今天去医院 人居多 最后还是去药店买了退烧药 怎么这么多人发烧啊 不会是新冠强势归来了吧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 吓我一跳 喂 周小姐 我是骑手 是这样的 这雨太大了 不好意思啊 我不能按时送打了 电话那头的雨声很大 几乎要盖掉骑手术话的声音 没事 不着急 注意安全 好好 谢谢啊 挂了电话后 沉寂已久的闺蜜群也发来了消息 同志们 我发烧了 不是吧 你中招了 上次胃脚痛了引起了发烧 真难 我还在医院急诊步呢 他发来一张打针掉水的手部特写 Bless you Bless you 加一 群里一直闲聊 大家一直觉得最近确实不太平 又过了半小时 我家的门铃响了 透过猫眼 我看到骑手穿了一件不合身的雨衣 嘴里还在抱怨着什么 打开大门 骑手缓和了情绪 从雨衣里掏出纸袋 去谢谢 并给他打赏了20元的红包 这比预期的要多得多 骑手摸了白脸上的雨水 笑咪咪的对我道谢 暴雨已经连续下一周了 城市的排水系统已经崩溃 下水道开始反涌 积水上漂浮着不少脏东西 整座城市都充斥着一股恶臭 为了方便 不少人穿着拖鞋来上班 电梯里有一股很浓重的下水道位 我强忍着反胃 憋着一口气 终于到了所属楼层 我再也抑制不住 冲出了电梯 贪婪的呼吸着新鲜空气 公司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为了防止大规模传染病情 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居家办公 就连我也在考虑 是否申请居家办公 到了午休时间 我提前了一个小时订外卖 可还是没人接单 家前也没人愿意接单 算了 还是去食堂吃吧 这栋写字楼有一个成包的食堂 饭不好吃还贵 平时根本没人愿意去吃 可今天 排队的人都已经排到电梯口了 公司的同事 搜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身旁 周主管 你也来食堂了 是啊 今天的人好多 要不是今天没有骑手接单 谁会来这里吃啊 嗯 好在队伍不慢 一直在向前走 很快就轮到我们打饭了 我吃了几口后 嫌弃地用筷子 扒拉着盘子里的小白菜 同事也在一旁兜囊着 真难吃 没过多久 他发出一声惊呼 哎 你看看 这是什么 他边说边将手机递给我 镜头一直在晃动 说明拍摄的人 当时的情况很混乱 视频里只能看见一个中年男人 发疯般的朝人群攻击 同事打趣道 像不像丧尸 有点像 等我们反回想 在仔细看的时候 这条视频已经消失了 同事的一句玩笑话 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但是丧尸 可能吗 我安慰自己 不过就是电影里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出现 周末的时候 雨时开始变小 大家都在欢呼雀跃 终于要停雨了 可我住52楼 透过玻璃看向窗外 水雾漂浮在半空中 一点也看不清外面的样子 这雨确实变小了 但绝对没有要停的迹象 容不得我犹豫 我赶紧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告诉他们 暴雨会持续下 趁着现在雨小 赶紧出去囤点东西 爸妈住在乡下 不太爱上网 消息也比较闭塞 他们丝毫没有怀疑 我画里的真实性 反而迅速挂我电话 着急忙慌地采购去了 这周我吃了不少冰箱里的食物 更何况我经期快到了 上次采购竟然忘了买 无奈之下 我驱车前往了最近的超市 路上看到有人开始清理积水了 流浪猫和流浪狗 在舔视着地上的雨水 他们的毛发被打湿 瑟瑟发抖 闭闭 身后的汽车鸣笛催促我 我抬眼一看 十字路口已经亮起绿灯 我无暇顾及这些流浪动物 踩了脚油门离开了 超市里的人比平时多 估计前段时间 大家都没办法出来采购吧 冷冻区剩的东西不多 我把剩下的十几盒肉 全都拿了 冷冻区的前面 就是五谷杂粮 我搬了一袋大米 和一袋面粉 一个人能吃好几个月 最好再买些 储存时间长的蔬菜 例如土豆 红薯 胡萝卜等 日用品区就没什么人了 一抹筋 我买了几个月的用量 家里的洗漱用品 也快用完了 我也一定采购新的 结账区大排长龙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趁着排队的后余时间 我刷了回手机 网上都在高兴雨要停了 但是一条另类的评论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在东京 雨一点也没变小 感觉越来越大 甚人 活该 樱花国自作孽不可活 往海里排洪水 全都变成雨环给樱花国 我在弯弯 雨也没有变小 哭哭 我在海岛 怎么也没见停雨呢 难道只有内陆停了吗 与此同时 我收到了预警中心的短信 请大家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出门尽量做好防雨措施 叮 叮叮 周围所有人的手机 都响起了消息提示音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面面相须 这条短信造成了不小的哄黄 此刻人群显得焦躁不安 我看到最前面有 自助结账的机子 在超市买的东西很多 我需要跑两趟 才能全部搬玩 就在我搬第二趟的时候 我遇到了对门的邻居 他长得五大三粗 见我提着大多小包 从电梯里出来 开始言语我 亲妹子 你也学别人同物资 我对门这个邻居 叫刘伟强 极其没素质 所以不想和他过多交涉 有点敷衍回了他 他一直站在门口 也不进去 许是我探究的眼神 故意强烈 他主动解释 我忘带钥匙了 等开锁师傅呢 我点点头 掏出自己的钥匙 想赶紧进去 要我说啊 邻居人就是起来忧天 雨都停了 还团什么物资 我背对着他 默默翻了个白眼 门开的一瞬间 我赶紧提着东西进去 然后关门 动作一气呵成 当我把东西收拾好后 才有空查看手机 手机屏幕竟然显示 微信有多条消息 青青 你有退烧药吗 他是我楼下的住户 我俩都是独身女户主 所以就加了微信 方便相互有个照应 有的 我拿下去给你 他没有再回复 于是我退出了 和他的聊天见面 小区的业主群 显示99条信息 点进去一看 手印还在不断的刷新 附近的药店都关门了 谁家有退烧药 我家还在发烧了 是啊 我家也有人感冒了 外卖根本没人接单 我家里备有应急药 我在32001 你们可以找我来哪 我好饿 家里没东西吃 谁家吃得多 我给你买 我可以卖 我之前去超市囤了很多 我从窗外望去 这雨其实不大 细细丽丽的 我忍不住在群里提醒大家 趁现在出去 多囤点物资吧 但显然这句话 并没有得到认同 我家都说了 要减少外出 还是不要出去添乱了 对呀 这雨说不定很快就停了 算了 还是别管他们了 我索性退出了群聊 第二天雨不仅没停 反而吓得更大了 一时间哀声四起 大家都后悔 昨天没有出门囤点物资 医院也是人满为患 因为吃了退烧药 根本不管用 就在这时 人群中爆发了暴动 医院的人太多 根本来不及躲开 有人被砍咬 喊叫声此起彼伏 一种未知的病毒 在医院内肆虐蔓延 武装部以最快的速度 将医院包围起来 一时间人心惶惶 电视上也插播了紧急新闻 请全体市民居家隔离 我们会有专门内人员上门 派发物资 自来水请伤开后饮用 家中有头疼发热的患者 请拨打下方热线 我们将采取集中式隔离 这下 我不用跟公司申请居家隔离了 但我的心没来由的慌 国家采取了强制隔离 这恰恰说明 此次的病毒不亚于新冠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昨天我外出采购了 这点东西足够我一人坚持好几个月 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 我赶紧给爸妈打了电话 电话的第一声就被接通了 喂 爸妈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放心吧 昨天我们早就去菜市场买一堆东西 哎呦 这雨有这么恐怖吗 还得居家隔离 你那边没事吧 听着电话那头关心的唠叨 我放心的呼出一口气 没事 不用担心我 我昨天买了很多东西 但他们唠叨了十几分钟 我才忍不住找了个借口挂断电话 我赶紧将昨天买来的食材做个分类 容易坏的食物必须先吃掉 居家隔离了几天后 我家大门被砸的帮帮响 我紧张的朝猫眼望去 走廊外站着好几个人 都穿着军装和白大褂 我想到前几天新闻里说 会有人上门派送物资 于是我谨慎地开口 谁 一道中气十足的男生回答道 我们是来派送物资的 虽然如我所想 但还是感到诧异 派送物资需要用到军方的人吗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搁知 门上挂着安全锁 我拉开一条缝隙 露出一双眼睛细细打亮 围首的军人最先开口 朝我进了这里 你好 女士 分发物资之前 我们需要你填写一些资料 好 我把门敞开 侧着身子示意他们进来 几个有序地走了进来 不止军人 还有随行的医护人员 我还注意到 这些军人身上都背着枪支 他们有序地进入屋内 死砖地板上 立刻留下了斑驳的水渍 我紧张地搓了搓手 连续多日的降雨 气温都开始皱了 好在医护人员很和善 温声细语核对了我的身份 并上前仔细检查我身体状况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他们才将分发的物资袋子递给我 走之前还叮嘱我 记得锁好门 不要出去 等人走后 我拆开了物资袋子 里面有一袋挂面 乳餐肉 一颗大白菜 上海青 一包火腿 一包达利元小面包 还有几颗被拆分的退烧药和消炎药 一周后 武装部再次上门派送物资 网上还起了个话题 晒出你家的物资 有人将食物放到狗的面前 并配问 我家狗都不吃 大家觉得这次事件 再怎么样也不会比新冠更严重了 国家不可能放任不管 所以还有心思开玩笑 但半个月后 第三次上门分发物资 东西越来越少了 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最可怕的是 开始停水停电了 之前在网上调侃的人 这下再也说不出话了 接下来好几天 还是没有恢复水液 好在网络没有瘫痪 业主群开始唉声怨道 上面好久没有送物资了 我快饿死了 谁家有多的食物 可以分点给我吗 干嘛要分给你 我出钱买 多少钱都行 我也没说我不给钱啊 地气那么重干嘛 这原本和我没什么关系 但好死不死 我对门邻居刘尾强爱特了我 亲妹子 前段时间你不是去超市大采购了吗 分点出来给大家呗 真的 分点给我吧 我家孩子饿得挖挖哭 求你的亲妹子 我也要 我家钱买 群里安静了好一会 我不敢回复 这个举动似乎引起了重怒 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不想给 大家都在同一个小区 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互帮互助不好吗 无语 真小气 别这么说 现在手机没法充电 或许人家没看手机呢 说的也对 亲妹子住哪户 我们上去敲门问问 我比较注重隐私 就算在业主群 也不会对注自己的门牌号 刘伟强在这时候出生了 他注5201 该死 这刘伟强故意的 我没忍住重骂了一声 此时轰隆一声巨响 窗外变闪连银 我一个啵嗦 手机掉到了地上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迅速冲到门口 反门反锁了 我一直在猫眼上 观察外面走廊的动静 随着盯的一声响 电梯门打开 几个男男女女走了出来 左右张望两户人家 为首的中年妇女 指的指我这边 扣扣扣 敲门声响起 我死死地握住门打手 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怎么回事 是不是没人 怎么可能没人 现在都居家隔离 他能去哪 他肯定是故意不开门的 敲门声逐渐变大 变成了砸门 不知过了多久 算了 人家不愿意 咱们就先回去吧 看着他们离开 我才放心回到沙发上坐着 开始思考 目前他们尚有私理智在 以后怎么办 万一国家不再派送物资 这群人恶疯了 什么事干不出来 沙发上的手机突兀的亮起 我赶紧点开查看 事业主群 他们又开始讨论了 我要出去找物资 有谁一起去 现在不是分控中吗 怎么能出去 我刚刚下楼看了 小区门口没人开手 再不出去找东西吃 都饿死了 是啊 我们小区周围那么多便利店 店里肯定还有吃的 行 那就一起去 半个小时后 一楼大糖集合 我长启一口气 他们愿意出去找东西吃就好 群里彻底安静下来 过了半小时 我走出阳台 想看看他们什么情况 可是雨太大了 不停地冲刷着窗户 根本就看不到楼下 客厅里嘀嘀一声电子音的响起 我惊喜地看向电视 只见右下角亮起来红点 来电哦 为了验证猜想 我试着打开了电视机 屏幕赫然跳出来 国家的强制新闻播报 我尝试着换了好几个台 但都是同样的内容 现在紧急播报一条重要新闻 请前提示您注意 我们检测到 雨水里还有大量的放射性合宿 会造成人体皮肤肌肉坏死 进而出现肢体僵直 导致部分人类行为异常 祖国停顿了一会 深深地看了一眼镜头 继续道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丧尸 所以请广大市民们 务必不要出门 也不要接触雨水 如果您不慎遇到丧尸 请尽可能地远离 必要情况下 可直接杀死 今天是2024年9月17日 我们衷心地祝愿大家 能够度过此次灾难 国家会尽快恢复派送物资 最后 大家中秋节快乐 祖国与你们同在 电视机里不断地 重复着刚才的紧急新闻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愣神的片刻 我突然想起小区里的人 他们会不会遇到丧尸 沙发上的手机 不断响起提示音 小区群里 嘿嘿 外面有好多流浪的猫狗呢 要不要抓一只回去吃 可以 三股狗肉 好吃得很 我靠 这是什么玩意 那人拍了一段小视频到群里 只见便利店的货架 倒得七歪八扭 很明显 早就被扫当一空了 角落里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响起 像是什么东西被啃食了 随着镜头慢慢靠近 我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 地上涌出一滩血渍 蔓延开来 一个人躺在了血泊中 显然已经断了气 可它的周围 聚集着三五个流浪动物 这群动物的警惕心很高 稍微发出一丝声响 它们齐刷刷地看向镜头 眼里满是警惕和愤怒 离镜头最近的一只流浪狗 还没来得及咽下口中的肉块 便冲着镜头 呲牙咧嘴起来 粘稠的口水 混着血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视频的主人发出一声重骂 随后仓皇转身讨考了 视频戛然而止 群里仿佛被吓到了 死一片的寂静 我赶紧打开热搜 手艺上刷新的十几个视频 全都是关于丧尸的 城市里的流浪动物无法利誉 全都变成了丧尸 大摇大摆地在街道乱窜 之前那些头疼发烧的患者 也都变成了丧尸 已经有人在发帖求助 说家里的亲人变成丧尸 该怎么办 有人提议杀了他们 可谁会亲手杀死自己爱的人呢 城市里的流浪动物 就能把人杀死 那森林里的猛兽怎么办 他们会不会失控跑下山 在城市里大开杀戒 我们人类又怎么能敌过丧尸化的野兽 我心中忍不住的战力 双手不由自主地咄嗦起来 这个城市已经沦陷了 不 全球都已经开始沦陷了 业主群又开始发了消息 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不知道啊 他们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好慌啊 电视上说有丧尸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 可是动物也会变成丧尸吗 群里七嘴八舌的胡乱猜测 可出去找物资的几人 并没有再回复 直到第二天 有人在群里一刻了所有人 我老公怎么没和你们一起回来 人呢 过了好一会 还有一个人回他 你老公昨天出去被咬了 为了整栋楼的安全着想 我们不能让他进来 你们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不给我我老公进来 谁说被咬就会变丧尸 电影看多了吧 你们这是在故意杀人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被女人在群里一通乱发泄 我们亲眼看到 你老公变丧尸了 要怪就怪5201吧 谁让他不愿意分点食物出来 不然大家也不会冒险出去 对啊 5201的住户 极其自私 我见过他 甚至个子高高的 还整天穿高跟鞋的 对对 就是他 看起来精致的很 这种人一般都非常自私 众人急需一个替罪羊 很不幸 我变成了他们的发泄口 即使我尽量的虚弱存在感 可他们并不打算放过我 很快 我的门再次被人敲响 透过猫眼 我看到一个很瘦的女人 颧骨很高 眼睛细长 看起来很不好惹 她焦躁不安的 在我门口来回走动 似乎生气 我像个缩头乌龟似的 躲在屋里 她握紧拳头 愤愤地冲大门 砸了几圈 嘴里还不依不牢 5201 你赶紧出来 多怪你这个自私鬼 你要害死多少人才满意 我知道 她不敢去找那几个 大佬爷们算账 只能跑到我这来泄愤 她这样子疯疯癫癫 别说现在这种特殊时候了 就是放在以前 我也是不敢开门的 见我不出来 也实在没法子 她只能踹着几脚大门泄愤 放了句狠话就回去了 突然 我对面5202的大门打开了 刘伟强静止走了过来 她凑近猫眼 两只浑浊的眼睛微微微起 猝不及防之下和她对视 我吓得连连后退 新妹子 我知道你在家 我没回应 她两眼咕噜一转 你看现在大家都在针对你 要不咱们注意起呗 保证没人欺负你 你考虑一下哈 见我还是没应声 她也不恼 哼着歌小曲慢悠悠地回去了 半夜的时候 我睡得不是很踏实 白天所发生的一切 使我一整晚的精神高度紧绷 突然听到门口传来 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蹭了一下从床上坐起 我捏手捏脚来到大门口 俯身将耳朵贴在门上 这锁到底能不能开 是刘伟强的声音 再等等 快点 不然待会她醒了 听到他们的对话 我惊出一身冷汗 要是我今晚没醒 甚至就死定了 我赶紧拿起桌上的钥匙 悄无声息地插进锁心里 妈的 怎么了 锁心里面有东西堵着 嘿 这娘们够谨慎的 那现在怎么办 能怎么办 我去睡觉 听着两人的钟当声越来越远 我旋律的心才放下 我看向厨房的方向 那把剁肉的菜刀 在黑夜里闪着明光 看来以后睡觉 要被点防身工具才行 第二天清晨 我睡到了自然醒 天空依旧下着雨 灰隆隆的 我分不清 现在是什么时间 拿起手机一看 早上十点 突然几道枪声响起 很近 好像就在外面的楼道 我一个礼于打挺 坐起身来 跑到门口 观察外面是什么情况 只见5202的大门敞开 边上站着两个 背脊挺直的士兵 手持枪支 刘伟强被人抓着脚腕 从里屋拖出来 所过之处 还残留着血迹 是武装部的人吗 为什么要开枪 等处理完这一切 轮到我的门敲响了 你好 派送物资 麻烦开下门 配合检查 如新闻上所说的 武装部开始恢复派送物资 居然我没被感染后 他们才把物资交给我 放心离开 这么说 刘伟强是变成丧尸了 才被武装部的击毙 他是什么时候被感染了 难道是下楼找物资的时候 被感染了吗 冷风这时 拖过冷风吹了进来 我裹紧了身上的外套 不管怎么样 刘伟强死了 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此后的一周时间里 不少人被拉去了集中隔离 而且我发现 网络上只要发布相关讯息 就会马上下架 所以外面是什么情况 到底有多严重 我也不得而知 雨还在持续不断地下 一楼好像被淹了 以前小区绿化带的地方 已经被黄色的污水掩盖 为了不让屋内太冷清 我打开了电视 电视上还在播放着 前阵子很火的爱情喜剧 欢快的音乐伴随着雷雨 有种不和谐的诡异感 到了年底的时候 此次全球性的灾难 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 我国研制出了新型解读剂 这种解读剂 只能在丧尸化的前期 发烧发热的状态下 注射才有效 已经变成丧尸是没办法解读的 但这个好消息 足够令人振奋了 这场落势持续了好几个月 世界终于有望可以恢复秩序 隔壁的音花国 趁此机会 推出了新的产品 一款可以净化河水的仪器 毕竟发布 遭到全网谩骂 我看十几年前 就开始研究净化器了吧 怪不得排河污水呢 对它们来说 全是好处呀 抵制 别让它们赚钱 人类不能一直丰厚 为了能尽快恢复秩序 必须将所有的丧尸处理完毕 就在公布这件事后 接连很长一段时间 外面的枪声持续不断 终于在两个月后 好消息再次传来 电视播报近日新闻 现目前全国各省市区内 已将所有丧尸处理完毕 我们将加强每日巡查 并免落网之余 计划不久在将来 能够完全解除封控 具体时间待定 在此之前 请各位继续听从安排 解毒剂届时将会发放 如有发烧发热现象 必须注射解毒剂 最后祝各位生活愉快